谢谢 各位朋友过年好 有的时候 别人会问我说 你住在哪一个地方 我会回答说台北 可是说的时候 心里就非常的惭愧 住在台北有什么惭愧呢 因为台北被称为天龙 在这里你跟别人得肥腺癌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你是被羡慕的 你是输在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干净的城市 我会觉得惭愧呢 就是觉得对于其他的城市而言 他们承受了太多太多的污染 那我曾经三十几年在阳明大学教书 我的学生很多是医生 那他们所做的统计都是倾向于说 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同项目的可怕的污染 导致病 对我们花很多力气去培养医生 培养医生就是要对付我们政府所造成 错误政策所造成的那些疾病吗 我们的精英人才都在为那些所受害的人在服务吗 服务是很好 但是如果有一个健康的社会健康的环境 岂不是更好呢 为什么要去弄出一个污染的环境 让大家生病 然后再让医生在那里忙得成天半死 要来处理这些病呢 其实因为我小的时候住在屏东胜利路 屏东胜利路到现在有一个永生五项 就是我的孤居了 还供人参观的 那这个地方 其实本来是非常安静 非常美丽的一个城市 可是现在也是就是经常是那个空气污染到止暴的那种地方 我回去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些伤感 就是我的老家为什么变成这样的一个环境 可以说 身为天龙国的国民呢 我会觉得对不起全台 其实并不是我害的 可是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对我们所有的台湾人 不是台北的台湾人 有一个交代 我们希望各地都有正正常的环保概念 各位知道在西方有一本很出名的书 就是但但丁的神曲 他在里头有提到这个地狱的观念 跟我们中国人平常说你下十八层地狱吧 那一层一层是怎么回事 我们也没去过地狱所以不知道 但是但丁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他说最下面的最严重的那个地狱是给谁去的呢 是给那些破坏人类的信任的那些人去的 不是杀人哦 不是侵犯罪哦 是破坏信任的 因为信任是人跟人最重要的一种关系 那所以呢 可以说信任是也是政治的基础 为什么我们的当局者 我们现在的执政者总是破坏他们说过的话呢 总是违反他们说过的话呢 总是推翻他们说过的话呢 他们破坏了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信用 各位知道人加上言就是信用 人说的话就应该有信用 另外还有一个字 也是信就是那个狗 狗旁边的那个犬字边 加一个信也是信啊 那个就是狗叫的声音啊 那一个发言究竟是人的声音 还是狗乱叫的声音呢 大家自己去判断吧 我们需要一个有有有有格斯特 也也有远见的 也有诚实的这样的一个执政者 所以呢 答应过的事情呢 应该要执行 不要因为你是在野党 那你就去骂国民党 说国民党都什么放任啊 让这个藻礁破坏 你不能这样说 这个该保留就保留 藻礁我们大部分可能听都没听过 我也是十年 十二年前才听到的 那可是它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它是海洋生态的一部分 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一般的人都知道 我们住在台湾四边都是海 可是我们不太注意 我们的这个环境 其实呢 很多国家 包括台湾在内 都会想要有更多的领海 因为领海就归我们管 我们就就有比较大的鱼 鱼拳可以打鱼什么等等 可是你要领海很好啊 你要了以后 你怎么管理这个领海 这领海的东西是拿来给你破坏的吗 你想要有一个大房子 要有个豪宅 好啊 很好啊 豪宅是让你都放大小便 跟满地的垃圾吗 不是的 你有一个大的领域 是要你好好的治理它 藻礁它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生物 长在岩石表面 你走进去都未必看得到 可是这个你未必看得到的 那个颜色表层的那个小东西呢 你可能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到它真正的面目 它很重要 它对鱼群来说很重要 大家都喜欢海洋 觉得去玩不错 大家都喜欢吃海鲜 可是藻礁是保护那个鱼类 在幼小的鱼类还有那个鱼卵 在里头生存的地方 那这些地方破坏了对台湾是一个耻辱 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本事来破坏我们的环境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本事来安顿我们的环境 我从来到第二岁的时候到那个 那时候叫新公园 现在叫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28公园 那个新公园里有一个博物馆 我走到博物馆里又晓得我看到那个 那个橱柜里头成立一个标本 那个标本是日本人制作的标本 那是一只云豹跟猫差不多这样子 有着斑点 那我印象就一直非常的深刻 就是这个就是台湾的云豹 可是我们已经很多年很多年没看到云豹 如果你在动物园看到云豹 那是从东南亚哥地区搜罗来的 我们看不到云豹了 我们有太多的东西消失了 现在黑熊也在消失之中 那藻礁呢 其实跟我们的生态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不知道一直在说爱台湾啦 爱台湾啦 你在爱台湾什么 爱台湾的钱啦 爱台湾的钱而已啦 真正有爱台湾的环境吗 这么美丽的一个岛屿 这么安详的一个岛屿 这么善良的一个岛屿 在执政者的强力的吹笔之下 我希望这个案件至少暂时搁置 因为执政者的智慧暂时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希望我们都能爱台湾周边 那爱的背后呢 就是我们至少要知道有一个藻礁 至少要知道有一个藻礁 要知道我们有什么好东西 很多人有好东西自己不知道啊 但是没关系 有些好东西他可以割 像英国有一个家庭主妇 他家里有一个喂鸡的碗 他在那里放鸡资料喂鸡的 他有一天发现这个碗怎么长得有点像那个博览会上的东西啊 他就送去拍卖 那个碗是值上亿的价值的 那就看你认不认识那是什么东西啊 那是明朝都晚了 不是随便可以得到 但他不知道他就绝绝危机 可是好在那个碗不会变化 藻礁是会死的 藻礁很脆弱 我们的好东西 全世界少见的好东西 我们应该真爱它 我们在这个纬度上 我们在这个生态环境里头 我们才拥有这个好东西 我们应该爱它 那也为不但为我们自己爱它 也为全世界的人真爱它 不要让藻礁变成一个历史名词 这也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计 如果没有好的藻礁的生态 有很多的鱼可能就要绝种了 鱼的那个链也就会锻炼了 所以不要以为这是环保人士神经质 这个也要保护那个也要保护 不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其实是我们住在这个地球上的第一个义务 第一个责任 我们该做的 我们非得做不可 我们想要做地球的主人 但是做主人也要有个主人的样子 不要一天到晚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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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所有的环境都被你杀掉了 天龙国勉强 好像飞机还比人家少一点 好像还不错 可是一切的恶果我们都要承担 所以不要做坏事 不要破坏你曾经陨落的保证 那蔡政府呢 曾经认为美国 保护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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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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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notamment 可贵的就是一个信任 不管是爱情 不管是政治 人际关系里最重要的是 说一句话 就是算一句话 甚至不需要契约 不需要什么 就是说一句话 就是有信用 那所以 我很痛心的今天在这里说 我希望台湾全部 每一个县市都是活得 很正常 很幸福 包括我现在住的台北 包括我小时候住的屏东 也包括桃园 那我觉得 让早教活着有一条生路 是我们 在台湾的人 很有钱 很有权利 很有远景的 台湾的国民 能够好好 能够去 维系的 这个大环境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张老师 但是 captio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